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刚上线,以前就有收到粉丝的求助 从事营地拿了个拆架贼,想要过去赶跑他 本以为只拿了一两个拆架贼 但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是有组织的复仇嘛 看样子信心不简单,你最好先了解一下 这已经上升到两个营地的矛盾了 不可能是复仇那么简单的 小强了解过了,他们之所以组统了搞事 完全是因为这营地的人口爱他们 本来别人只是了拆架家,门下无缘故就被骂 最重要是拆架的被制裁之后 这营地的人居然还在世界上聚集吗 你们看,这是约下营地市场的聊天记录 中下艳阳这人还真够嚣张的 直接放下狠话,扬言不怕他们徒营 居然不是叫父营地了吗? 居然还口爱过你的 如果这是粉丝营地的话,翔是想帮忙的 但这个口爱营地我实在是不想帮了 小强也是建议粉丝退役,最好不要参与进去 要不你让他10点退役呗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他热闹了 一眼惊醒梦中的,咱们还可以顺便给他们报点 嘿嘿,彼此彼此都是你提醒的 现在他们准备去平原了,咱们赶紧报点 维盛想着给他们出点收主意 想让家父营地的人分散开来 这样的话,约西兰就给逐个击破了 不过可惜的是,他们没上档 哎呦,这两个营地终于砸起来了 张帝小强为大家带来第一手解说 约西兰人公事很猛,家父营地完全被压制住了 很明显,约西兰人都是精英,走位技术都非常好 诶,下面已经爆发一些,家父刷新阵亡一个 那不是温九九吗,果然他也来了 现在的情况很胶着,场面一度混乱 甚至起来都显了两包薯片压压精了 虽然酒局他们技术比较好 但人数实在太少了,实在会被压回去的 厉害,弄丫头一直秒掉两个,很凶猛呀 可惜寡物敌众又被交付营地压回去了 毕竟拆架的不能复活,打一个就少一个 张币是迟早的事,就看他们能坚持到什么地步了 有个人被打倒了,咱们偷偷把它扶起来 好吧,还是被发现了,有点可惜 现在拆架的越来越少了,坚持不了多久了呀 如果瘦的话,肯定会选着暂时撤退 毕竟交付的人太多了,硬杆根本没胜算 哎哟,这种仿杀一个,厉害呀 可惜了,最后九九还是被人追杀了 九九跑得真够快了,墙都有点跟不上了 这都被他溜掉了,厉害呀 交付营地的开始让人,就要分散开来 嘿嘿,那咱们给月下八个点吧 这就很棒,当当时被人打住了 这人刚刚躲起来,应了月下一波 现在可谓是丑人见面,墙墙都往实力了 OK,被打倒了,厉害厉害 咱们谷歌掌庆祝一下,气一气他们 虽然月下人很努力,但人数差距太大了 最后他们也是被人唯有旁面了 这波瓜吃的真爽,太刺激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强,我们下次见,拜拜